这一刻是生命最后一刻 我想回顾一下我的一生 我是一直被压在弟弟的圈摇 一直以来 我凭借着失魂品稀释的无数冤魂续灭 一心想要修炼成为侍神 然而四百年前 任宗师宗主到晚法师找到了我 将我赶出了失魂品 自此失魂品就被司徒家守护 百年来 人魔妖兽为争夺失魂品 竟将侵袭司徒家 均被打吞 时至今日 失魂品被传到新任少主 司徒燃的手中 我感觉 机会来了 为此 我附身在陈家少主陈琦的身体上 和他的家臣夜神 混入司徒家 谁知司徒家仿备僧 司徒少主亦非等先 或魔剑威力无穷 于是 我在夜神帮助下 和司徒少主成为了好朋友 我骗取了他的信任 偷了他封印姐姐的忍服 原来 忍念的感情 可以让有些来得那么容易 我成为侍神的梦想 很快 就会实现了 然而 就在我用忍服 打开姐姐之门的那一刻起 父亲 都变了 就是这里 开始吧 你又怎么了 开始了 你想什么呢 你怎么回事 从刚刚开始就魂不守舍 你记住 司徒家的事 已经与我们无关了 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弑魂瓶弄到手 少废话 我知道 使魂瓶瓶就在眼睛 你不要忘了自己的目的 不要再想死突然了 不说这些了 我们开始吧 不说这些了 我们开始吧 不说这些了 我们开始吧 感谢室 无论 我们下午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这里空气真是阴冷 失魂平向来吸收惊魂 难免邪习很重 导致这里阴影失调 难免邪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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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魂平 估计就被封在 这个神像下面 让我来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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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有 放出来了 好 别被女人 姐姐那边怎么了 怎么一大桶乌云 那边在那边 好可怕 好可怕 小姐要出来了 让开让开 姐姐的房屋都散了 好可怕 让开 好可怕 让开 不可能的 姐姐出事了 原来所谓的人发两驿站 不是这个虚张声势的名字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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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们都是你杀的 你回答我 为什么会在这里 司徒少主 一切都是误会 有话好说千万不可动粗 你们擅闯禁地 盗取弑魂萍 人赃并获 快向司徒少主道歉 说明原有 或许少主可以网开一面 你在干什么 陈少主 你为何要擅闯禁地 盗走弑魂萍 那是因为 我来司徒家 一开始就是 委托识魂萍的 你有我的人夫 你是不可能进入姐姐 司徒 你做的我情 就是我一头是魂品 是的 你擅闯禁地 盗走弑魂品 按照司徒家的规矩 不管你是谁 都要严着 天神叔父 天神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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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吧 现在是非常之气 我不希望因为你一个人 连令司徒家再起伏我 现在就滚出这里 永远不要再回来 永远不要再回来 谢谢司徒少主 不杀之恩 ��를让它走了 我爱你的 潇晴 托识 很高 贝 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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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